台中市公共住行車 使用率很高 市府是考慮 要購買公車的政策 將無限新聞都有優惠措施 改造台中市民跟通行月票 判定的優惠 拿出優惠卡 入一個 作用公共住行車 台中市就轉入最高的站點 是在在西蘭区 風格復興路口 平衡時再起十點 九十九機車條 已經急著無車堂坐 台中市優惠去母前 享有前三十分 購買 交通局客戶 將現在無限新聞享有優惠 改造是判定市民跟通行月票 才有優惠 民眾的看法不一樣 當然希望外線飾演了那個開放 因為全民 全民都方便便捷 我覺得這而且蠻健康的 對對對對對對對 豪智在討論的單手架任務 政府應該要給鼓勵 坐公共運輸 若是扣白獨載瓜會造成困擾 但是台中市民是大力贊成 因為議算就應該要用在當地民眾心想 包括我們台中啊 我認為是我贊成 因為那個預算 預算就是這麼多 非台中人不要來做 可以替台中 台中市政府省一點錢 根據市府通計 台中市公共自行車 為離空一數年開始營運 當年只有二十二點九萬人儲使用 到離空二三年 已經大學提升為一千六百 十八點六萬人儲 到今年的危機 已經涉及一千三百三十二斤 三十分賬費 當年大學需要支出一億 到兩億的經費 可能當年站的人儲增到三聲 交通局目前也以著手進行發表評估 市民限定或納入通勤月票 結為目前的評估項目 並持續與營運商研討系統的更新技術 等方案確定即時 實施其成的確定後 市府也將構固相關資訊讓民眾掌握 不正六斗的公共自行車 前三十分賬費 可能有討論到台中 台中七九龍宮 當地理跟英文唱相演義奉案 也不明確的實實時間表 但相關辦法確定後才會上路 記者的台中報道